徐州道地料理羊蝎子 这个名字乍定之下 好像有点怕怕的 但其实它是羊脊椎 店里头点餐率第一名 外形像蝎子的羊脊椎 口感 视觉都很震撼 这个酱就是我们自己先熬好的 把整颗蒜头熬到没有 说什么都不肯透露的 正见之宝 让这道羊蝎子 不仅没有羊山味 尝一口香辣殆尽 抓起锅饼上下翻动 至少要翻动40下 因为它已经煮走了 所以容易把它肉给砍掉 同样又辣又开胃的徐州经典菜 还有尖椒小风鸡 要先上颜色 先打糖色 一大把白糖小火慢慢烧 散发麦芽糖的香气 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干辣椒 呛出颇辣滋味 鸡肉不能油炸 边拌边炒 很香 好香 可是好呛 炒过的鸡肉 入口咸能不柴 滋味醋厚 徐州菜的特性就是辣乎乎的 因为它都吃的重口味比较辣 咸乎乎 对 盐味比较重 黑乎乎 黑乎乎是比较重酱油的色 浓鲜呛辣 这就是徐州菜的特色 是轻轻的 轻轻的 对 轻轻的这样把它摊开 你想要的那个形状 最好就是椭圆形 椭圆形 一片片会喝汤的饼 一不小心捏太大力就会破损 最后小心翼翼放入锅中 不要落在一起 落在一起的味道 会影响它的味道的吸收 好美 我要放 我要放 是 来 你就这样往上面贴就好 改良家乡的地锅鸡 加入白萝卜一起炖汤 汤头微辣顺口不嗆喉 让身子立刻暖了起来 在台湾也能品尝徐州的庶民美味